纽约市周二公布的确诊率在1.42%低于5%的门槛 纽约市学校将在9月10日开学 上部分实体课 纽约市长白思豪宣布成立学校通风检查小组 小组将检查所有学校的通风设备 确保教室和房间的通风 没有通过检查的教室将不能被使用 检查小组将在9月1日之前 完成任务 并将结果于9月4日在网上公布 纽约市于夏天就已经开始学校通风系统的检查 市府有自信 小组将按时完成工作 另外 市教育总监卡兰萨表示 目前已有233个学校申请了户外学习计划 另一方面 纽约州日前通过新法 让所有人都可以以邮寄方式投票 选举委员会将在9月底开始寄出邮寄选票 距离大选只剩70天 纽约市长白思豪呼吁所有人尽快去登记投票 登记投票的截止日期在10月9日 新唐人记者王愚赫 纽约报道